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知道了 我是鍾年華 國民黨的立委初選 黨內初選競爭竟然打到掛彩 在台北市的松山信義區的心肺大戰 已經打到掛彩 再這樣打下去 連國民黨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比如說如果我們再這樣吵下去的話 到最後兩個人都不提 那為什麼這場選舉會打成這個樣子呢 互相指控對方 甚至越來越多的成年往事被挖出來 許小新還說費鴻泰在四年前 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要求他當側翼去攻擊王鴻威 到底是許小新黑白狗 還是真有歧視呢 今天我們節目呢 會幫大家還原一下現場 許小新到底有沒有跌倒 那他跌倒到底真的有受傷這麼嚴重嗎 如果從國民黨以前的 提開肉戰的標準來看的話 這個應該算不太嚴重 另外我們來看前總統馬英九到中國去訪問 他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個說法顯然跟中國的所謂的一中原則三段論 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是呢 國民黨的黨中央反而稱讚馬英九 有歷史意義有高度 還叫民進黨 你們如果不承認中華民國 就趕快把現在的職務都辭一辭 可是國民黨真正的看法到底是什麼呢 為什麼黨內很多人在談到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包括我們節目中也很多來賓都這樣 談到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都採取最安全的說法 馬英九真的對國民黨的影響真的有這麼大嗎 為什麼國民黨中央不敢勇敢說出自己的意見呢 另外我們來看馬英九在訪問之後呢 訪問中國之後可能要訪美 這個消息是由馬英九最信賴的兩位 一位前幕僚一位還是現任的 透過媒體透露出來的消息 但是馬辦第一時間很快的就否認 那為什麼否認得這麼快 是不是因為人還在中國怕中國不高興 別忘了 當新華社把馬英九沒有講的話 說支持祖國統一塞在他嘴裡的時候 到現在已經第五天了 馬辦沒有否認過 可是為什麼對於訪美這件事情否認得這麼快速呢 到底馬英九的標準是什麼 好 另外最新的民調顯示呢 有將近超過六成的人支持蔡英文訪美 也差不多同樣比例 認為中國才是破壞台海和平的 這個始作俑者 面對如此懸殊的民意差距 可是不管是馬英九的中國型 或是國民黨附和馬英九在中國言論 其實都跟台灣的主流民意在對坐 那這樣子的政黨真的 2024年選總統還有機會嗎 難道台灣人民不會看嗎 另外我們要來看 現在世界各國都在加強支持台灣的力道 加拿大國會他的台灣報告書裡面講說 台灣的前途只能由台灣人民決定 不曉得國民黨你們聽到沒有 還有中國共產黨你們聽到沒有 那講到國民黨的總統選舉 現在看起來人選有一點點卡關了 侯友宜郭台銘最近動作都很多 但是侯友宜的民調直直落 難道他還會是黨內最強的母雞嗎 所以這個時候徵招的時間就充滿了玄機 早一點徵招侯友宜有機會 如果再拖下去的話 侯友宜最強母雞恐怕會變成一隻沒有羽毛的母雞了 為您介紹今天參與討論的來賓 第一位是台灣智庫的策略長王毅川 大家好 再來是作家苦林 大家好 另外是財經專家雅慧珍 荒哥好大家好 再來是政治評論員吳坤宇 大家好 再來是民進黨台北市議員許淑華 荒哥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大家好 那稍後呢 台灣智庫的諮詢委員董立文 也會加入我們的討論 國民黨在松山信義區的初選 打得非常的熱鬧 主要就是心肺大戰 有網友就討侃說 現在已經快變成心肺復甦了 因為打到兩個人都已經重傷了 那許小新千里迢迢 從這個市場赶到那個市場 去找費洪泰說要辯論 結果他竟然指控說 費洪泰的團隊的人 推了他一把讓他跌倒 而且費洪泰呢 沒心肝 看到同志跌倒 也不曉得簽一下 就這件事情 連國民黨內自己人都已經看不下去了 我們來看相關的報導 議員要不要情緒去問一下費委員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許巧欣 遠遠看到立委費洪泰 三步並兩步衝上去要求辯論 大家加油 辯論會 大家要幫中山請問我們 什麼時候 嗨 嗨 嗨 我好痛喔 我看就痛了 那你怎麼到立法面打仗 費洪泰這一甩手 恐怕不是真的手痛 而是想把許巧欣甩開 國民黨立委黨內初選開跑 身為現任立委挑戰者 許巧欣怎能輕易放棄 郭總好有禮貌 謝謝 跟大家報告 希望有一場辯論 我們希望大家看到這 我們是分真 使出年功殘功 許巧欣就是不放過費洪泰 兩人在中輪市場 你追我跑 穿梭人群車輛間 一不留神 許巧欣突然間跌倒 不要 不要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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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推 幹嘛這樣子 我以為我們會有同志愛 轉過來回來 關心一下我的狀況 結果好像也沒有 就直接離開了 如果真的是像委員所說的 不要輕痛愁快的話 那又何必把其他的人 就是架拐子推倒呢 秀出手上破皮傷痕 許巧欣語氣中充滿委屈 但是再看看事發當時 許巧欣幾年在費洪泰身邊 一直喊不要推 卻撞上一旁摩托車 誰撞誰推誰 各說各話 但是今天正式就是 許巧欣掉下戰田 希望這電影的題目 不要是打內戰的 完全沒有內戰 完全沒有內鬥 暗免許巧欣的粉絲頁 那這是不是一種槍口 不一致對外 然後是打內戰的一種欣慰 演出我們有很多的小編 我跟這報告 百分之一百不是我愛的 紅黨內立委初選 北市第七選區 許巧欣跟非洪泰的糾葛 著實向鬧劇登場 不曉得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 是誰推了許巧欣 我們應該組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把他調查一下 當今天事情是這樣子 費洪泰是先 許巧欣原本在無心市場 那不了解台北市的朋友 跟你們說明一下 無心市場是在信義區 然後費洪泰是在中輪市場 中輪市場是在松山區 他在巴德路 無心市場是在無心街 其實兩個市場距離是有一小段路的 基本上絕對不可能巧遇 不會掃到那邊去 而且無心市場蠻大的 好 那許巧欣知道之後 馬上轉到中輪市場 去找他要辯論 剛剛大家畫面也看到 然後他許巧欣是說 他說他想問費洪泰 為什麼要去按罷免 許巧欣的粉絲頁 他說這是槍口 不一致對外打內戰的一種行為 然後這費洪泰口頭上 追記者說要辯論 但是問哪一天他不講 就突然之間 我們就剛剛那個畫面 聽到許巧欣是先尖叫 尖叫完之後就跌倒 跌倒之後 然後就說以為他會有同志愛 轉過來關心狀況 但好像也沒有 就直接離開了 所以我先請教一下 這個益川雄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人殺許巧欣 那個費洪泰 二月我就跟你說過 看到許巧欣 你要走哪裡背 我有跟你提醒 費洪泰 我有跟你提醒看到許巧欣 你千萬不要跟他握手 結果你還跟他握手 許巧欣是有練過的 那個假摔是練過的 許巧欣現在在演的那一齣 很像藍色蜘蛛網 不然就是玫瑰同齡演 不要推 不然就是甄嬛傳第二季正式上線 甄嬛傳裡頭有一幕 就是這一幕 各位可以回頭去回覆一下 就是甄嬛跌倒了 旁邊的人說娘娘這麼樂 然後旁邊說太醫 來的人趕快救娘娘 這個影片頭尾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個甄嬛在跟皇后講話 皇后就閃他 皇后就是費洪泰 像 像 像 結果甄嬛就用手去抓了 皇后的手之後忽然間甄嬛就跌倒了 然後就昏倒了 然後他就去跟皇帝告狀 說是皇后 弄我 這不是一樣嗎 甄嬛傳第二季正式上線 費洪泰 許巧欣有練過 這種假摔如果打NBA 就會被驅逐出場 各位 許巧欣他昨天跌倒的時候 各位注意看他的動作 他跌倒上來的第一個動作 笑笑 第二個動作拍拍這裡 然後人家問他說 你哪裡受傷 他說這裡 因為他這裡有戴一個戒指 他說他一直拍這裡 然後一直笑笑笑笑 你哪裡受傷這裡 然後影片我就一直放大放大放大 沒有看到傷 他比錯了 等一下我們拿圖片給大家看 就是說他受傷了 好 費洪泰你真的要小心 接下來的每一天 你還有十幾天 你每一天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許巧欣本來是一個乖巧的女孩兒 女孩兒 他爸爸 他爸爸就是苗栗人 這個媽媽是湖南人 在臺北市開家早餐店 中文高中畢業以後念上的政大 研究所念的三間都沒辦法畢業 後來就進入到了洪秀柱 進入到朱立倫 馬英九道 郝龍斌 他都當他選舉的這個發言人 進到宮廷以後就想要博上位 就跟曾環一模一樣 就想要博上位 什麼博書都正殿 他說他是費洪泰的側翼 四年前 請問四年前 許小新是什麼身分 四年前的許小新是 臺北市議員 臺北市議員還在做側翼 臺北市議員是阻嗆了 還在做側翼 做到白要說到大聲 有人自己說 我那時候費洪泰給我做側翼 你做人家側翼有沒有領錢 有沒有領錢 許小新 你當費洪泰側翼有沒有領錢 都說出來 費洪泰有沒有付錢給你 你這樣子做到白 然後潛伏 然後在外面弄人家 弄一弄之後 你現在說得這麼大聲 然後你現在想要選立委 你也知道 現在通過一個黨員30% 這個民調70% 你知道你不會贏 我算一個數學給各位看 如果民調是70% 許小新要拿到七成的民調 費洪泰三成民調 那他整體的分數只有49分 為什麼 因為許小新沒有黨員 費洪泰是有黨員 各位要知道台北市的黨員大副是誰 台北市國民黨黨員大副是誰 你只要把上一次中常委選舉跟上上次中常委選舉第一名的 這兩次第一名是誰 你看他們台北市得多少票 那才叫做黨員大副 黨員大副票一關下去 許小新就是零 那許小新你要民調要七成 七成一百分之七十 你也才得到四十九% 許小新你要拿七成民調 費洪泰三成民調 你當作費洪泰都吃素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許小新非常清楚 所以他只能演這一齣 然後這演完這一齣 接下來我跟你講 許小新每天都有報 費洪泰 你要很小心很小心 因為我判斷你下一次 一定會有摳手心這件事情 我現在跟你說到頭上 不然就是你說了什麼話 然後他就說他怎麼可以這樣子 他怎麼可以對我這個 對我那個 這個社會不會相信費洪泰 一定相信許小新 因為許小新看起來 就是一個乖巧的女孩兒 OK好 那到底有沒有人推許小新 因為當天剛剛畫面 其實大家看到現場人很多 旁邊就有個路人講說 說沒有人推你 他說沒有人推你許小新 那有可能懷疑他是假摔 那因為他把費洪泰手握到很痛 四叉貓就笑他說 這個你內力了得 這個四叉貓就笑他說 你這個內力了得 然後網友留言說 這個許惡心的演技 到底可以爛到得到多少民調支持 越來越期待台北市民 智商普查結果 個人覺得費洪泰 反而沒那麼討厭 許小新為了奪權 什麼話都敢講 當然也有支持許小新的 不過我請教苦林 我們很認真 我們這裡有分格畫面 這是現代科技的好處 第一格 握手 團結共好 什麼時候一起辦辯論 費洪泰說手好痛 許小新那你這樣 怎麼到立法院打仗呢 第三格 費洪泰轉身要離開了 許小新還在這裡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費洪泰繼續敗票 許小新在這裡 然後一樣 許小新一路追追追追在費洪泰後面 然後又又再握手 這終於追上了 那再握一次手 握手好好握 委員先不要離開 我們辦場辯論吧 然後就聽到 啊 然後一個人就打他 然後旁邊這個人說 沒有人推你啊 他還在啊 然後開始喊不要推啦 旁邊這個民眾說 沒有人推你啊 幹嘛這樣不要推啦 許小新在那邊喊 然後最後他就指控說 是這個費洪泰的團隊的人推他 然後呢 這張照片說有受傷 說實在我也看不太出來 可能眼睛不太好 所以苦林大哥 當天現場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許小新有沒有被推 其實我們不要說我們男生的立場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個何影儀的大耳朵 你看他講的話 我想這算是一段很公道的話 他說這是一個女生 他說一直把許小新當笑話看 但是選到這種窮詩濫儀的地步 已經是丟盡女人的臉 自許能讚就不要哭鬧上吊 不要笑人家老 又罵人家打壓年輕人 一邊霸凌一邊碰瓷 真是奇貨 我想把他改個字 真是奇葩 這因為這所謂窮詩濫儀是什麼 就是君子固窮小人窮 失誕你已經沒補了 剛剛益川講的 你已經沒有補了 你知道避輸了 然後你就爛移 你就搞這麼爛的這種手段 對不對 你這麼強 你幹嘛又哭鬧上吊 所以就是說 其實當然大家選舉一定有競爭 可是競爭 你看 你看民進黨好了 民進黨也有很多黨員出選 很多競爭 最多最多也不夠像王世堅跟何志偉那樣 一個說要講成績 一個說我信賴不信邪 也沒有去攻擊對方 那徐曉信這種做法 就是完全金庸小說裡講的 不講武德 因為你兩邊打架 你比如說格鬥競賽 有兩大規矩 第一個不能替人家褲襠 第二個不能擦人家眼睛 那徐曉信現在幹的就是褲襠 也踢這個眼睛也擦 你看從頭開始 他說 廢洪 他從頭開始說謊 他說廢洪泰說 當初要把位置讓給他 廢洪泰說 我可能是最後一任 他可能 可能的意思是什麼 徐曉信你要讀一下國文 可能的另外一邊就是不可能 也可能不 好不好 然後嫌人家年齡大 你用年齡大來攻擊人家 還故意叫選民在旁邊說 他那麼老選不過你 這也是一個非常不道德 多少老人家心裡會很難過 你可以說廢洪泰問政不利 廢洪泰怎麼樣選民服務不好 你不能說人家年齡大 然後你還指控人家說 本來這個七分民調三分黨員投票 本來就是國民黨一項用的選舉方式 除非兩邊講好用全民調 所以用三期本來就沒有說 他說廢洪泰去施壓 才造成這個三期 你就這樣指控人家這樣施壓 對 然後好好的拜票 你大老遠跑去賭人家 要找人家辯論 找人家辯論 你可以發情帖說要求辯論 你可以公開 開記者會說我要求辯論 哪有跑到人家面前去要人家辯論的 這整個的態度非常的惡劣 甚至說我是他的側翼 我幫他做過壞事 這種是不惜大家同歸於盡 我是個爛貨 他以前更爛 他叫我做爛事 你怎麼會很這樣呢 對 真的是無法想像 但是最糟糕一點 就是你當初要當個惡女 你要殺神殺佛 你就殺嘛 可是你惡女又要裝可憐 所以為什麼說他碰瓷 什麼叫碰瓷我解釋一下 霸凌這個大家就已經看到 飛鴻他就一路給他霸凌 看他一串就不敢 那碰瓷就是 在中國大陸有些人必須你開車 他就會故意來碰你的車 假車禍 對 然後摔在地上 不動不動 我以前第一次在中國碰到我也嚇一跳 其實我們那司機一點都不怕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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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坐 我來我來處理下去 那個公安嘛 我們這裡有個人應該有車狀了 你要不要看一下 那個人蹦 跳起來就跑掉了 對啊 所以你這個很清楚 誰摔你 後面還有人很清楚的這樣 沒有人推你 現在有人推我 有人推我 跌倒了 他怎麼可以不管我就這樣跑了 所以你這個惡女裝可憐 就更讓人家可惡 甚至你就直接指控人家架拐子 誰架你 你把這個人找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樣的結果 他事實上傷害的 你感覺說因為這個區 反正藍營鐵力拿了 所以不在乎 反正就是我們 所以初選贏了就贏了 所以他會這麼不擇手段 可是對整個國民黨的形象是不好的 國民黨怎麼這麼吃相 這麼難看 大家打得這麼難看 那你這樣打的結果 你事實上是傷害到整個政黨 那我覺得最離奇的是 大家會想一件事 朱立倫哪裡去了 你是黨主席 對不對 你應該出來調停這種事情 不然你就答應老廢 說好啦 好啦 你就居於立委 然後還有人說要叫蔣燕燕出來調停 蔣燕燕要怕死 我就敢處理這個 每一個都比他兇狠 所以我覺得 我這樣看下去就覺得 為什麼朱立倫會放任自己的黨內 殺成這樣一片血流成河 是嫌這個國民黨票太多了 一定要消耗掉一些嗎 不要人家以前說什麼 朱立倫是美國的臥底 我倒覺得朱立倫也很可能是民進黨的臥底 會的 是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讓我想看到這一幕 我某一種程度上 我會站在比較疼惜徐曉青的態度 你疼惜他 對對對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如果我是 譬如那句寄生上流裡面有一句話 如果我有錢我也會很善良 所以各把他換在這次選戰上 如果許巧信是領先的 他也會很溫良公減讓 所以你判斷他是落後 我覺得他是落後 就是因為是落後的情況之下 他現在上演的叫做寄生沸沸 什麼叫 什麼叫寄生沸沸 沸沸身上有很多寄生酬 對對對 就是說 我本來在A市場 在什麼 無心市場 無心市場 就沸沸在那裡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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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錯過 寄生沸沸的情況 所以必須要去寄生沸沸 那一開始禮善往來 就握一下手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這個沸委員 現在也有學習到 哎呦 嚇得我手好痛 某個角度來講 一心開始拚了 一心拚了 如果要拚 我就好啊 大家來拚啊 許小欣也不是開玩笑 就是說馬上 他反應很快 你這樣子怎麼去立法院 拚鬥 這樣子 一下一句話 賭得沸沸 不知道該怎麼回了 所以沸沸趕快要趕快離開 許小欣就抓著他 不放了 開始不放了 所以才開始說 要不要選 要不要辯論 要不要辯論 後來發現那個沸沸開始 已經費心心思 想要逃離現場 他就只好上演著 趕快趕快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演得 有點不自然 小心回去再看一下演技 你知道為什麼哪裡不自然嗎 因為你還沒有人推 你就是啊啊啊 不要推我 不要推我 這你要稍微 以後要向你同事或誰在後面 好歹有製造 假方推一下 對 你要有推的情況 你再開始挨 要不然跟你卡住就開始挨 這個太不自然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回去 可能要再稍微練一下 但是某一種我剛剛講到 為什麼我會同情他 因為我認為他現在是在 可能整個民調出來的情況 就是民調的辦法底定 他大概也認為自己 陳如剛剛兩位所說的 在那個黨員這個部分是落後的 而這個部分的落後 可能沒有辦法在全民調這邊部分 扭轉回來 所以他現在是處於一個弱勢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開始採用比較一個極端的方式 第二件事情 第二方面我也要譴責國民黨 為什麼要譴責國民黨呢 剛剛大家沒有疑問嘛 都說徐曉青是個好女孩 好女孩是不是 女孩兒 好女孩兒 有前途的一個政治的年輕人 在一步一步現在演變著 不能講演變 一步步像現在大家會認為說 比較像是大內高手 然後演技派這樣的方向 代表著什麼 代表著沒有家世背景的 國民黨的年輕的這一世代 其實你要在國民黨裡面出頭 你就只有兩招 要不然就要靠 可能就是很亮眼 讓人家手要完成 就跟你聽聲 然後跟你耿聲這樣 第二種你就是自己要殺一條血路 那我覺得徐曉青他是選擇自己殺出一條血路 但是當你自己要殺出一條血路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就是會變成毀譽殘敗 但是我認為他應該要維持之前的優勢 什麼優勢呢 就是說其實國民黨內部很多深藍的人肯定你是因為你有戰力 可是當你把這個戰力炮火向內 尤其是轉向自己的資深的前輩 黨內的一些比較名望啊 或各方面 大家會認為說 柯麗已經也跟你鬥什麼 講一個實在話 你自己捅了一個漏腳 什麼漏腳 他以前叫我幫他 我是他側翼 那你們兩個這樣子 那是不是代表你當初狼狽違監 那你要不要為你當初的狼狽違監 這個部分先道歉 你不能說你現在的態度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給我到三個天 他說他要給我前進 要給我後洩 結果他給我利用完之後 一腳給我拆開 用完就對了 我覺得現在徐曉欣有一點變成是指控費洪太 你用完就對了 所以他現在很像一個恐怖情人 所以費洪太可不可以用根燒法 去申請對他強制令說徐曉欣不能理我 但是費洪太渣在先 現在就變成是我覺得 但是我跟你說這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選擇要當惡女 你就不可以扮演著受害者角色 這個適用在所謂的兩性關係上 人設不能飄忽不定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個惡女 你就要能玩 你就要玩得起 然後你就要比狠的 你不要說你今天選擇的當一個惡女 你要殺什麼 欲佛殺佛 對 欲佛殺佛 欲神殺神 結果你現在又說 他推我 不然你三兩個就不錯了 你再推你 是你選擇要當這條路了 所以我是覺得 第一個人設要清楚 第二個是說某一種程度上 我是覺得他是處於落後的情況 所以他才會選擇寄生 廢廢 那這樣可以叫狗急跳牆嗎 徐曉欣真的有成功 你想想看 這麼多區在初選 為什麼我們節目要花 這麼寶貴的時間來討論他 表示他成功了 而且我覺得現在徐曉欣 比較像一種動物 叫做刺蝟或是豪豬 只要誰碰到他就會被掙扎到 他是蜜環 因為他還他還不算不像是蜜環 他比較像刺蝟或是豪豬 因為他占廢洪泰 那李德薇看不下去 李德薇跳出來講話 李德薇講年輕人要發展正當 而且正面 但是有可以正道跟正式可以做 不需要嫌棄與攻擊前輩與同志 但是徐曉欣不得了了 你講到他 你只要在臉書上有tag到他 跟你保證三十分鐘之內 他一定會來回應 表示說他的網路經營真的是蠻綿密的 徐曉欣回答他說 請問這樣有風度嗎 有同志愛嗎 每個人都會老 但是不需要老了以後就欺壓年輕人 然後李德薇也不甘示弱 這兩個幹什麼 李德薇你也沒要算 他說松信這麼大 是廢委員故意來跟你的行程 故意賭你 如果是我譴責廢洪泰 如果徐曉欣去賭廢洪泰 那我譴責你 所以現在連李德薇 他只是出來 因為他真的看不下 李德薇重點是說 你這樣子下去 其實 國民黨他說 他說過去 大家都說黨內是一家人 可以競爭不能鬥爭 雖然他個人也有不滿 也發牢騷 但重視黨的整體發展 不會只顧自己生存於壯大 現在他的這一套想法 好像過時跟落後了 只要對自己有利 只要自己能夠出頭 神黨殺神佛黨殺佛 這個就是李德薇 他認為說這樣下去 對國民黨會有傷害 那這個民進黨在這一選區 其實也有黨內初選 那民進黨黨內初選 會不會變成這樣子呢 我們稍微先進一段廣告 休息一下 這個臺北市松山信義區的心肺大戰 真的很精彩 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他的大事劑 3月29號說施壓 因為那時候要決定黨內初選用什麼方法 許曉鑿指控費鴻太說 你施壓市黨部委員 要求他們不可以用全民調 然後費鴻太說你要問市黨部啊 我怎麼會知道 許曉鑿就講 他說開會前費鴻太打電話 施壓 但是他其實他也沒有拿出證據 費鴻太說尊重了 接受臺北市黨部槍口 那這件事情呢 讓許曉鑿非常不爽 因為他去查了費鴻太的臉書 費鴻太阿力克斯 他說費鴻太 你為什麼跑去罷免許曉鑿 這個粉專去按讚 這樣也不行 但是溫朗東很厲害 溫朗東很去查了許曉鑿按讚的粉專 結果發現他跑去陳時中那裡按讚 所以溫朗東就說 如果照許曉鑿的邏輯 那許曉鑿你是支持陳時中 要不然你跑去那邊按讚幹什麼 然後這個費鴻太就說 他說不是啊 我臉書是小編 那很多小編 百分之百不是我按的 但現在誰按的 我也找不到 再來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的爭議 所以明顯 國民黨戰鬥指數破表了 不錯喔 很有活力的政黨 我覺得人都有過去啦 講有些話真的要留有餘地 藍綠也是這樣 特別黨內的 我覺得松信其實他要初選嘛 他四月十六到十八要民調 然後二十二要黨員投票嘛 那當然是七三 那初選那麼激烈 如果松信應該是國民黨 那麼多初選 可是所有媒體都聚焦的時候 剛剛阿晃說 讓你們拿來討論 發揮你們寶貴的時間 這對國民黨是好事嗎 是加分嗎 當然是蠻好的啊 當然是壞事嘛 你讓對手拿出來討論 這整體對國民黨是好事嗎 是加分嗎 絕對扣分 原本大家認為說 巧新媒體聲量那麼高 然後被委員在立委 立法院經營那麼久 這裡要變成一個國民黨的示範區 那結果不是變成國民黨的黨內 黨內互打的示範區 這也是示範區 所以殺成這樣 我讓黨內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那為什麼黨主席看得下去 你董主席在睡嗎 你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旅主委 你在睡覺嗎 你們台北市到底是 董主席要負責 還是市長要負責 沒有 董主席要負責 不是啦 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旅要負責 因為我們提名 有各縣市先處理 那初選的時候 大家都有簽選舉公約 禁止黨內複打 不得有行為或不當的方式 互相指控 互相傷害 有損國民黨的聲譽 你們自己都有簽嗎 你們兩個都有簽嗎 這是好事嗎 你們簽了不是白簽了嗎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除了當事人要克制之外 我覺得德威委員是 是不分區委員 對 也不只德威很多人 都覺得憂心忡忡 你台北市老爺老爺 台北市 初選是這樣子 初選如果自己人支持 然後對手人 對手人能眼相待 或對手 對手給你說 民黨一定會批評我們 如果你是民黨批評我們 我們自己人支持 鞏固自己基本盤 那沒有問題 這初選就是初選到 自己人看不下去了 然後民進黨很多人來按讚 或民進黨很多人肯定 你覺得選舉有加分嗎 那你比較看誰看不下去 我覺得黨中央要出來 不要逃避問題 不敢得罪 你總有判斷 你覺得自己人 不應該殺成這樣子 有些講話 真的要留有餘地 例如哪些話 例如哪些話 有什麼有那個 我剛剛講的偽君子 什麼那些話 不應該這樣講 但我就知道你比較支持誰 我覺得不應該 支持誰不是我能決定的 支持是松山信義的選民做決定的 因為那一區不是我的選區 當然一個很資深 那國民黨很多基層 也期待說 可以世代交替 讓年輕人出來 這沒有問題 可是在初選的時候 你殺到這樣子的時候 對國民黨整體沒有加分 所以我剛剛一來講 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主委 你是在睡嗎 黨主席朱立倫 好啦你們再考試沒關係 你就神隱嘛 因為競選公報就在那裡 簽的是白簽了嗎 這一區剛剛選完而已 接下來國民黨還有七十幾區 要初選 你覺得你是辦法算 大家想你這樣 年輕人創老的 老的不尊重年輕人 大家就跟這位台字會 當然民黨也有初選 民黨也有 失殺的系列 我不曉得俗華跟洪建議怎麼樣 私底下怎麼樣 可是檯面上 他們沒有殺成這樣刀刀劍骨 徐曉星跟誰很像 沒有跟誰很像 我覺得他像他自己 李明賢剛剛明明不是這樣講的 你不要亂窩坑給我跳 只是我覺得這一場 真的不論是怎麼樣 兩個真的已經殺到刀刀劍骨 第一個如果黨中沒有出來喊停 沒有出來調停 不是說調停 至少出來說一下 你如果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有個點到為止就好 不要講到講到太減了 那些第一個 你對自己有加分嗎 或對黨有加分嗎 我覺得真的要適可而止 這個事情 如果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第一個人就看你黨中央沒有 台北市黨都沒有 一個區域立委都協調不成的話 那未來總統選舉呢 你總統要怎麼處理 總統如果徵召的時候 假設你徵召何會有餘 那其他郭董跳出來呢 其他有人跳出來 你怎麼去協調 見為之助 光一個區域立委都協調不好的時候 就代表你台北市在睡 黨中在睡 國民黨我覺得會從此走下坡 所以這件事情 這是要把它當成國民黨危機 政黨制度從開始開始逆轉的時候 我們黨中沒看到危機嗎 所以你們在罵 有的考試最過頭的我知道 不過你們在罵了 也是國民黨目前面臨到最大的危機 不過明顯你們的機制裡面 這種有沒有處理 如果你做主委和主席 我這時候開始有接受檢舉了 第一個 第一個該怎麼去 叫一些 當來有什麼說話 去愛沙城 你們剛好就差不多 別說話說話 第二個 開始有人檢舉了 有檢舉的時候 黨中或台北市黨部主委 可以出來開記者 你們現在已經走在鋼索邊緣了 你們在講話 再超過一點的話 黨部是可以撤銷提名的 所以你們同時有四個人 你們本來六個定義 所以你們台北市黨部 沒有 四個沒了 剩兩個而已 直接把四個取消資格 對 所以你們現在機制也是一樣 主委能直接取消任何一個 要讓人減掉 要讓人減掉 所以這件事情繼續發展 會怎麼樣 現在當然已經有人說話了 說繼續這樣撈下去 乾脆兩個通通不提名 我們來看相關的報導 費鴻泰再怎麼對我偽君子 今天站在周玉寇前面 我就是挺費鴻泰的 我就是支持費鴻泰的 國民黨議員徐曉欣 大開地圖炮 因為周玉寇臉書發文 沒心沒肺 疑似就是在調侃 他跟費鴻泰的立委出選風波 他為了要幫費鴻泰開錄 所以他可能手就這樣揮了一下 那因為我後面還有其他的攝影大哥嘛 所以就會重心比較不穩 就跌在他身上 我沒有任何責怪的意思 費鴻泰當然我相信他知道 後面的情形 不過他是完全不搭 就直接的往前走 嘴上說不見意 但還是暗酸費鴻泰看到自己跌倒 卻沒出手相救 兩人在市場短兵相接還不夠 徐曉欣更自爆 四年前曾當費鴻泰側翼 攻擊王鴻威 批評這就是費鴻泰的選戰方式 四年前的時候 這個費鴻泰委員他也是 用同樣的方式吧 他就希望說 他可以用一個比較偏偏君子的形式 出來打他跟王鴻威的這場初選 但他需要一個側翼 他一個人來幫忙他攻擊王鴻威 四年前就不應該相信這個偽君子的話 然後去做他的側翼 然後在初選當中攻擊王鴻威 他主張全民調吧 所以他難免他情緒上會激動一點 他就很會忍忍 那曉欣這方面 我今天再看看情勢的發展怎麼樣 我會再去勸他 儘管是黨不相勸 國民黨內部更傳出 若兩人內鬥越演越烈 可能依黨計處分兩人不予提名 但徐曉欣不甩直求對決費鴻泰 也讓國民黨繼續撕心裂肺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其實剛剛明顯講 其實是有簽公約的候選人公約 其中第二條就是這個 初選期間包括候選人及助選人員 不得損害黨的聲譽 也絕不惡意攻擊其他參選同志 所以看起來這一條是有點踩到了 所以市黨部主委黃綠儀錦如他說 蔣萬安最近有跟他見面 有關這個徐曉欣費鴻泰的事情 也會有討論其他事 黨內也要求徐曉欣跟費鴻泰克制 請人調查近日的紛爭 請人調查必要時開會討論 但是否祭出不予提名的處分 要考機會決定 所以我請教一下徐曉欣 徐曉欣議員 你自己也是松山信義區對不對 你們也有初選 你跟洪建義 你們初選會不會殺成這樣子 當然不會啦 你會不會跌倒 我不會 因為我不太會演戲 真的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黨內的初選 我覺得黨還是要團結 因為畢竟像我們雖然民進黨執政 那我們知道執政有很多政黨的 就是政治的包袱 再加上政策上的包袱 所以再怎麼樣我們還是要團結 因為我覺得團結 才能把這個黨的事情能做好 那我們如果要繼續延續執政的話 這是關鍵的議席 所以不要因為各自選區的立委 有不同的意見 然後鬧得像剛剛我們看到心肺這樣的問題 那我在這邊 其實我跟洪建義 兩個都已經說是資深的議員 那我們兩個其實在地方也都知道 各自有各自經營的模式 那我覺得這次 其實像洪議員他想要出來選 我們是舉雙手贊成啦 雖然我這區還是艱困選區 我當時因為選得太好 然後就變成超過42.5%的這個比例 變成我要變成是公開的初選 不然的話如果我沒有超過的話 原則上可能還是就是黨自己提名 真招就好 那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我們竟然可以看得到說 這區有民眾願意這樣支持民進黨 我們可以已經拿到43%的選票 其實是得來不易 所以我們應該更珍惜 所以我不認為說應該在初選的時候 要像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互相彼此尊重 我還是講 每人民你看喔 徐曉晶講說不爽就幹 這句話 我看到的不爽就幹 這句話我看到的 都是在為他個人利益在幹 而不是在為大眾利益在做事 他今天沒有為了民眾說為了這件事情不爽 然後你去跟誰去對抗 沒有 這段時間看到 就是他一直在施殺自己黨內的前輩 那我一直在講 政黨還是 不管在任何職場上 都還是有倫理的問題 我們其實互相尊重 我覺得那是很重要 那所以呢 我在這邊還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黨裡面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他們如果繼續這樣殺下去 最後不管總是會有一個人贏嘛 對不對喔 這樣對你們民進黨來講 會不會比較好選 其實應該是這麼講 他們在施殺的時候 我們還是在基層努力在跑 讓民眾看到民進黨 真的努力在做事 因為這區其實說穿了 新一區在台北市算是眷村區 對 我們這區是東村西村南村都是村 而且里長幾乎 將近百分之九十都是國民黨籍 好所以實際上我們只能努力的 讓選民看到我們的認真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呢他們施殺這樣子 當然是對我們 坦白講是有一點有利的原因 是在於中間選民這一塊 因為這邊畢竟中間選民還是算多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其實國民黨真的有人 可以說得動許曉心嗎 我不認為 你說朱立倫 朱立倫他之前他的老公 還在朱立倫那邊當幕僚 後來也反目成仇了 對也離開了 現在到盧秀燕那裡 那最主要呢 那個黃麗菊爐他自己呢 光在議長選舉那一趴 他都已經受傷受了很大的傷 而且他後來就說他要辭職 他也無心說好好的在處理這一趴 那我認為說他有辦法去說動許曉心說 你不要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政治動作 你們不要這樣殺成這樣 我覺得沒有一個人能說動他 唯一一個人就叫馬英九 因為他畢竟是馬的發言人 那當時他跟王洪威施殺這樣子 我還要提醒大家 他當時跟王洪威協調的時候 黨內自己協調 議員自己協調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分這個責任兒的時候 他是偷露人家的因 偷露所有的議員的因 許曉心偷露所有議員 所以那個協調是同選區所有的議員 同選區像我們自己關門來協調 協調完了以後 我們達成一個共識要怎麼處理 像我們講根本沒有責任你啊 全部都是里長東國民黨 我們拿來責任你 所以是各評本事 可是他們有責任你的劃分 當時是王洪威認為說 責任也沒有意義 所以他就是堅持反對 不要有責任你 他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他老公在領書上發了一篇文 說欺負親人欺負菜鳥 然後這事情就爆發 後來他把錄影檔給記者了 所以他們才所有的議員才緩人大悟 尤其陳永德在跟我講說 我現在才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時候 後來也是動用到馬英九 才出來協調 王洪威跟徐曉星兩個 還是在記者會上面還在哭 所以我是認為說其實 我認為說 這一場選舉 真的我覺得要君子之交 我認為說 國民黨這樣做 其實應該是說 國民黨已經沒有大人了 所以會繼續內鬥到 我覺得這裡面其實有很多故事 因為透過這兩天的 昨天這個爭議 很多人都把 可能以前藏在心裡的話都講出來了 李德偉講說面攤老闆 就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內醫選區原本好像總共六個人登記 那其中有四個被註銷資格 其中一個叫面攤 那個人不是名字面攤姓老闆 他是他的職工作叫面攤老闆 李德偉就講啊 他說如果查下去 費紅太不會吃虧 所以面攤老闆到底是誰 說實在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面攤老闆是誰 他說我講實話 你這樣子弄 我還真沒看過 他現場媒體去問松信同選區的議員 像王洪威 你敢碰許小新嗎 秦慧祖你敢碰許小新嗎 他說當時一位面攤老闆 報110萬登記參加初選 然後接著後來被註銷 連臺北市議的議長戴錫青都脫下水 然後他說如果這個事情繼續查下去 吃虧的人絕對不是費紅太 他還暗示你真的以為小滿 小滿就是滿治剛 拿得出110萬 所以完成這樣實在是 我覺得感覺李德偉有點欲言又止 那個李德偉 我也麻煩call in進我們節目 我很想知道面攤老闆到底是誰 那還有許小新自己爆料 四年前 費紅太找我當側翼 他在董事長開講節目說 他說四年前 費紅太就是找他負責攻擊當時的議員王洪威 然後費紅太在用偽君子的形象 對外喊話黨要團結 他講得很細喔 他說費紅太跟他抱怨說 我幫連勝文這麼多忙 結果他就去幫王洪威 你幫我罵罵他了 或者說王洪威怎麼可以變造韓國瑜的錄音檔 要他出來罵我洪威 要洪威退出政壇等等 他意思就是費紅太是偽君子 不過觀眾朋友可能很好奇說 這一區國民黨殺得這麼凶 是不是說提名就等於當選 其實我覺得未必 你若從過去的得票數來看 去年的市議員 就去年剛結束的市議員 這個的確許小新最高票 兩萬七 王洪威兩萬兩萬五 張文傑兩萬一 許淑華我們現場兩萬零五百 其實票也都蠻高的喔 然後呢 上次的選舉的時候 是這是二零二零年的立委選舉 當時費紅太八萬五千零八十二票 得票四十六點二八 許淑華七萬九千零五十七票 百分之四十三 差六千零二十五票 也就是因為這四十三 超過四十二點五 所以變成要初選了 所以昆虛兄 他們這樣再殺下去 搞不好最後國民黨搞不好原本這一席 相對國民黨是很輕鬆 相對比較輕鬆 有沒有可能出現不一樣的結果 我要恭喜委員 現在就恭喜了 現在趕快恭喜 我跟你講這局打到現在很慘 很慘 而且我們就選舉或公關上面來講 犯了幾個大忌 第一個沒有人是政治人物都不是被罵死 都是被罵死 被罵死 你看這位 那都是被罵死的 你看這幾天 網路上面有關心跟肺的造句 成語有多少 什麼掏心掏肺 心肺復甦 沒心沒肺 私心裂肺 各種創意全部都出來 我跟你講一碰到這種韓武技大爆發 你瞭啊 這個事情就完全全全被變成笑話 這兩個人就變成被笑的人物 那一被笑了 這兩個人形象就完了 然後當你這個被笑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沒有人要care你的 除非你再去鬧笑話 那麼第二個 那個徐曉星也拜託一下 你要演一個受害者 演一個弱者 可以 也拜託你演得認真一點 你覺得他哪裡不認真 第一個你的臥倒 跟那個起來的動作 是有受過國軍訓練的那種 有三動呢 那如果是 那種是一動呢 一動就下去了 那一定受傷 不是啊 他是有三動 那德軍的還有兩動 對不對 起碼手肘要受點傷的 他沒有 他上來 你看他爬起來的動作還 還這樣子 一隻腳先 然後拳起來 然後再這樣扶起來 你看有沒有 人家是有動作的 我們這樣講 公關上面常常講 你要演小蝦米對大鯨魚 演你是受害者的時候 你有兩個先決條件 第一個你要足夠弱小 你這真的是個蝦米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你要故事要足夠悲慘 好 這兩個先決條件 你要做起來 所以顏寬文為什麼演不動 因為他龍蝦嘛 他不是蝦 龍蝦 那你 但是你 你現在那個誰 徐曉昕 那你也不是蝦米 好 那你 好那你不是蝦米 你也是隻蝦 雖然 雖然也很弱小 但是你要演的時候 你就摔出紅了嘛 對你總得要見個紅吧 下次會把點酒還是什麼 你連見紅都沒有 你起碼要真一點 那我覺得 這個剛才明顯講的這個 大家講的那個 國民黨的那個 規定有漏洞 你懂意思嗎 黨內同事不能傷害 但是他沒有說 黨內同事不可以自我傷害 自殘就對了 所以要修理一下 你也太痠了吧 所以要修一下 這自殘沒錯 那自殘 你要演這個戲的時候 你要算好 你真的這樣子演下去 你就把對手擊敗 然後一步登天 而且伯羅大眾同情 這樣子耍劍招贏了 我認了 你知道大家 大家記不如人 大家摸摸鼻子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這一次做不 那這可能會打不贏 然後結果 你還把自己的名聲都搞壞了 好 那很抱歉 你以後路都斷了 千萬不要幹這種蠢事 的確選舉是一時的 不過這件事情恐怕 我覺得以徐曉欣跟費蓉太 兩個人的個性 這個事情大概不會那麼善聊 那他這個傷到底受在哪裡 到底嚴不嚴重 那過去也有網友整理很多 國民黨所謂的受傷或假手的畫面 這個非常有趣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結果都先進一段廣告